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况也差不多 因为明天来看的话 在华南这里持续会有水汽接近台湾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都还是会有降雨出现的 天气状况依旧来得比较不稳定 出门还是要带把伞 尤其明天的晚上到礼拜三的白天之间 还会有一道封面通过 受到这封面通过的关系 明天晚上到礼拜三的白天 各地的雨势会更明显 局部地区降雨还会来得比较大一些些 那您问雨到底下到什么时候 目前看快的话 礼拜三的晚上开始呢 随着封面的逐渐离开 降雨状况就会在中南部率先的缓和 礼拜三的晚上降雨范围缩小到北台湾 接着等到礼拜四的时候呢 中南部的雨也不下了 礼拜四这一天在整个中南部呢 开始有机会见到阳光 只不过因为还是有东北季风在吹 所以礼拜四这一天在迎风面 桃园以北 宜兰花莲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哦 要等到礼拜五之后呢 随着东北季风的减弱 转为偏东风 水气再减少 所以目前看礼拜五这一天呢 降雨范围缩小到只有东半部 西半部呢都是多云道晴 尤其接下来礼拜六开始的 二二八三天廉价 目前看呢天气状况会更好 各地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只有东半部有些零星降雨 所以目前资料看 二八年假要安排活动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温度部分地面涂涯来看到呢 主要呢就是北边这高压 开始逐渐移出来 所以这次影响台湾的寒流 今天白天慢慢减弱了 但减弱速度很慢 加上降雨关系 今天感觉还是比较湿冷 明天冷空气会再减弱一些些 但是因为还是有降雨 所以明天呢 虽然温度会比今天再回升个1到2度左右 但下雨感觉 湿冷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一些 北台湾明天一整天 大约15到17度左右 中部14到17度 南部呢再在16到19度 东半部再在17到20度上下 但是很快地等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 我们提到有封面通过 到时候呢 冷空气又会稍微地增加 温度呢又会再次地变冷 温度要明显回升 只要等到礼拜五之后 冷空气减弱了 温度开始回升上来 228连续假期 回暖的状况会更明显 所以最后呢 这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 来看到明天高地还是有降雨 包括后天也是如此 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明天温度稍微地回升 但是感觉还是比较偏冷 注意保暖 228连续假期 目前看天气是晴朗的 温度也是舒适到温暖的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 一块来关心 明天持续受到华南水气的影响 在北部地区还是会有降雨的哦 温度呢虽然比今天稍微回升 但整体感觉上 还是比较偏冷一些 基隆台北新北16到17度 桃园15到16度 新竹15到16度 苗栗14到16度 而中部地区明天呢 也持续会有降雨的情况发生的 温度虽然稍微回升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要注意保暖 台中15到17度 彰化15到16度 南投14到16度 云林14到16度 家影14到16度 南部地区明天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情形 出门带把伞 还是比较保险一些些 温度稍微回升一些 但是衣服还是要多穿一件 台南15到17度 高雄16到19度 屏东16到21度 东半部明天也会有降雨的哦 在宜兰16到18度 花蓮17到20度 台东17到21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天气状况也不是很稳定 在明天外岛地区 也都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在温度部分呢 澎湖14到15度 金门11到12度 而未来天气 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温度部分 明天后天一直到礼拜四 整体感受上 还是比较偏冷一些些 礼拜五之后 温度才会明显回升 降雨部分 明后两天雨还是很多 礼拜四 缩小到迎风面 礼拜五之后呢 各地天气会明显好转 锁定台式气象 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